那么在周休二日假期过后 花莲市公所是展开了全面大消毒作业 市长魏嘉贤表示 公部门会针对户外空间加强消毒 但是室内环境和个人卫生防护 还是要靠全民一起来 也呼吁民众要加强防疫的观念 星期一一大早 花莲市清洁队人员着防疫装备 在花莲车站展开了全面的 喷洒次律酸水作业 市长魏嘉贤亲自到场关心 并表示 除了公部门持续针对公共环境进行消毒 也呼吁全体民众提高防疫作为 共同对抗肺炎疫情 今天特别是配合花莲县政府环保局的一个指示 那来做相关性的预防性的消毒 那我们知道火车站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那还有我们市区的部分 那前几天我们预防性消毒在公庙的部分 也把所有公庙的部分来把它做消毒完成 那接着我们也会继续配合花莲县政府的指示 进行八大业的一个消毒 那我们希望把这预防性的消毒把它做完成 那让一些不必要的病毒能够消失掉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请洗手戴上口罩 做好自身的防护 那我相信现在是我们全国最远峻的时期 那花莲市又是全国县辖市里面 人口排名第四密集的地方 我们希望大家都务必要谨慎提高警觉 那上警八条 那这样才能够防止病毒的侵入 以上要请大家多多的配合 市长渭嘉姐表示 花莲车站每天都会派员消毒 其他包括了花莲市各大市场 公园、校园、管社周边 也都会持续来展开消毒作业 而至于室内环境和个人的卫生防护 市长也呼吁民众 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戒 不要掉以轻心 唯有全民合作才能够抗疫成功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